所謂的借牌是因為兩岸的農產貿易 農產貿易當然包括農漁產品的貿易裡面 那是在FR之後有一些的落息 有一些特定的養殖戶才可以到所謂的對岸 因此才會有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掛牌的情勢 這個落息是兩岸的FR底下的農產品貿易才會有的 現在當然這個落息就會不見了 陳其中這番的談話直直在凸顯 他把台灣的老百姓當作三歲小孩子看 有一些不是合格的廠商 那麼他把魚混在合格的廠商裡面 等於是洗廠商騎廠牌一樣 這個事情當然是農委會的責任 農委會的管理不善所造成的 怎麼推給ECFA呢 ECFA是中國大陸單方面的讓利給台灣呢 而我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禁止大陸的農產品有800多項進來台灣 可見這是ECFA是大道地地的中國大陸讓利給台灣這樣的一個行為 這樣子不知檢討的農委會主委 不知自我反省的農委會主委 真的沒有繼續留在位置上的必要 難道陳其中主委希望沒有ECFA台灣的農業漁業的產品都不能輸出到大陸嗎 這樣子對台灣的農民漁民真的是好嗎 我想陳其中主委這樣推諉而不好好解決農民漁民問題的主委 真的沒有存在的必要 假如覺得ECFA這麼不好的話 立刻取消ECFA 不要再讓台灣的農民漁民受到ECFA的限制 中天觀眾有好康就是請你上快點購買這個污化器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CTI108就有折扣了